下班后的你是不是马上打开手机 观看最新的肥皂剧或是欧巴韩剧 还是马上和朋友打游戏 甚至是跑去关注明星的娱乐八卦 看看某某明星和谁谁谁出轨的新闻 如果你有这样的习惯的话 那么你就要留意了 因为你很有可能就已经掉入了 有钱人为你设下的圈套 还盲人不知 嗨 大家好 我是好夜 陪你一起学习学校米交的知识 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 占用大家三秒钟的时间 订阅好夜的频道 打开右下角的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好夜的任何一支影片 应该有听说过有名的八二法则对吧 意思就是 全世界有20%的人 掌管着80%的人的财富 而这个贫富悬殊的状况 将会在未来越来越严重 80%的人将会逐渐的被边缘化 而可享用的资源也会越来越少 那么为了安抚这些80%的人 也就是你和我 这些20%的人想到了一个方法 那就是用能够让人着迷低成本的娱乐内容 来麻醉我们 让我们沉迷于娱乐消遣 而忘了贫富悬殊的这一个问题 这就是著名的 奶头热阴谋论 就好像是一个婴儿哭得哇哇大叫的时候 我们马上就塞一个奶嘴 来安抚他们不要再哭了 那么奶头热阴谋论又是如何影响你我 而我们又该如何避免自己 继续陷入而无法自拔呢 奶头热的英文叫做T-Tainment 也就是T-T奶头 加Entertainment娱乐的结合 主要分成两种形式 一种是发泄性的 比如放宽色情行业 暴力的网络游戏 鼓动口水战 另外一种则是满足性的 比如观看武相剧 肥皂剧 娱乐节目 以及八卦新闻等等 这些娱乐主要是用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让我们暂时逃离现实 并活在虚拟世界里 而如今网络发达的时代 娱乐几乎水手可的 比起以前只有电视机可看的时代 现在只要一击在手 再配上无线网络 温就能够马上成立在虚拟的世界里 先别管这一个阴谋论到底是不是真的 文贤要做的是好好的反思一下 自己是不是无时无刻的在看手机 害怕自己好像错过了什么大新闻和世界脱节 但在现实生活上 我明明就自身难保 有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在等着我们去解决 比如财务问题 人际问题 学习问题等等 但来头呢 就像是魔鬼一样 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上 企图夺取我们的注意力 消耗我们宝贵的时间 回到来八二法则 有80%的人会选择一条轻松的路 娱乐致死 而有20%的人会选择一条困难的路 做一个自由的人 如果我们还不觉悟 就会像一只鸵鸟继续把头埋在沙里面 那么最坏的情况 就是我们将一只娱乐致死 在不知不觉当中 逐渐上失思考能力 觉得生活一切都挺好的 觉得没有必要上进 不需要追求太多 一部手机一张床 我就很满足了 这又是不是你想要的生活形态 把选择前都交由了娱乐和别人的手中呢 好业的用意并不是说娱乐完全不好 更不是要你完全断绝所有的娱乐 我只是要提醒你 下班后是我们唯一能够自主的时间 而这一个时间大概只有三到五个小时 我们可以善用这一段时间来看书 运动 打招副业等等 做一些比较有价值的事情 而不是完全把中心放在娱乐上 任由外界的刺激 牵动你的鼻子走 而忽略了自己最优先要做的事情 那么我们要如何避免自己陷入奶头肉的阴谋论呢 首先我们可以先从减少娱乐的量做起 就好像理财一样 如果我们没有记账 我们将无法知道钱到底花在了什么地方 而娱乐也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没有留意自己平时在娱乐上花了多少时间 那我们将无法知道自己的时间到底花在了什么地方 当你稍微不留意 你就会发现很快又是年尾了 才抱怨说 怎么那么快又一年了 我这一年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我的目标好像一个都没有实现 所以市面上提供了不少时间管理的APP 可以帮助你检测你在每个APP上分别用了多少时间 在刷短视频上花了两个小时 那么下一次就可以开始限制自己只用一个小时半 过后再慢慢缩短应用的时间 之所以不是叫你马上停止刷短视频 那是因为这样做你才不会那么的抗拒 接着被控出来的时间你就必须拿来做更有价值的事情 而不是跑去刷其他的娱乐软件 第二完成首要任务后才娱乐 很多人往往会把顺序给颠倒了 总是会说 先让我放松一下吧 等一下才来学习 可不知不觉的就被娱乐给牵着鼻子走了 最后才发现已经是半夜了 只能上床睡觉 隔天又是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所以就像好夜之前影片所提到的 把娱乐和你要做的事情来挂工 等你先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 比如看书30分钟后 然后再马上奖励自己5到10分钟的娱乐时间 那么你就能够利用娱乐来推动你去完成任务 而不是反过来被娱乐给所利用 总而言之 奶头乐不管是不是有钱人的阴谋论 我们都要清楚地意识到 娱乐和金钱在本质上是没有善乐之分的 我们要做的是 防止自己的生活被娱乐摆布 丧失思考能力 觉得生活都是挺好的 没有什么必要上进 最后还想要问问大家的是 看了这一个影片之后 你认为下班后 娱乐要怎样适当地分配 才不会影响我们完成目标的进展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写下你的秘诀 或许你的答案可以帮助到许多有需要的人哦 谢谢大家观赏 今天的分享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好夜的影片的话 就请你订阅好夜的频道 点赞和分享哦 我们下一集再见 我对了在好夜的动画说出线上课里 也收入了许多成功人士都在用的高效技巧和时间管理法 来帮助他们自我实现 欢迎大家加入学习哦 马上就点击下方链接了解详情吧 我们课堂里面见 突然将这种课断的许多许多发跡 发驾码 我们下集中 Alternator 项底 cheek 咱 canned